現在挑戰的這一道是屬於台南在1999年 這邊在台北這邊就已經設立了企業總部 那使用了16年 當然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從一個人員管理的角度來看 我們自己提供電源供應器的產品 是電磯商商商 那我覺得要貫徹這個企業的經濟使命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長飯和綠色節能環保的方向 期望把這樣的綠電乳推放到自己的廠房 那除了新建的之外 這一棟是比較典型的 就是從技能的 就是你已經蓋了蠻多年 但是可以去發掘裡面很多節能的機會點 那從這個廚藏面上 主要是從這幾個方向 從這個第一個製作照明的管理 那另外就是空調 然後再來就是電梯、節能 這三個這個面向是比較 大家比較容易懂的方向 那現在大家看這個屏幕 是屬於所謂的內容管理系統的平台 就是把一些資訊放在這個界面上面 然後甚至是做成是 行動數位動作可以看的版本 那方便你這個管理者可以去做一些追蹤 或者做一些管理 好 那在這幾個方向上面呢 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在做改造 那所謂的改造呢 會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說 利用些有資源去做一些重整 甚至有效率的利用 比方說 像空調系統 在這個題目上顯示的 它是佔大樓大概 大概接近三層到四層的這個用電量 那這部分呢 我們在整個主系統上面 我們沒有做更換 因為當時候用的系統呢 其實已經還算不錯了 我們再計算起來那個喜好冰 它的值還還可以 所以我們在這情況下 做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改造 它就是加裝一些變頻器 變頻器可以讓它 隨著它需要的負載 去做頻率的調整 所以你降頻的運轉上面 它就可以成為人間的效果 那另外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是 水塔控制 那可能大家有聽過說 那我開越少 應該是越省電 但是其實在台大這邊 我們思考的角度比較系統性 如果你整個大樓裡面呢 我開四台 它可以帶走熱的能力 我只要負載 我可能是 10到20%這個負載能力 就可以很有效率的把這個整個動 大樓的這個熱移走 那這個情況下呢 比你是開兩台 但是這兩台要負載到 五六十七八十這種角度 它本來是更簡單的 所以從這個系統線角度來看 我們去做這樣的調整 所以這樣的設計上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他們這個 一年統計的這個結果 都可以 達到蠻好的這個 省電的這個效果 那照明的部分呢 是最容易做的 最容易做 然後也最容易顯現效果 那 在這棟大樓裡面呢 我們 除了採用電容器燈具之外 包含這個室外的幾根路燈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公用區域裡面呢 到底哪些燈 要廠亮嗎 或者是說 什麼時候它應該亮 這我們也做了一些管理 所以呢 你會看到我們加了一些時間的控制 那甚至是我們做了一些 照度的這個量測 你不需要這麼亮的地方 或者說你也不是在從事 特別精密的作業的這個區域底下 我們符合國家的這個照度標準就可以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 一些